選戰倒數關鍵十天 臺北市藍綠白三方候選人 加緊腳步 憑掃接敗票 但這一回選戰不只是 縣市首長之爭 十八歲公民權公投 也獲得朝野共識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更在一一二六催票記者會上 公開喊話力挺 但歷推十八歲公民權是 真心在乎年輕人的權益嗎 新竹高中和新竹女中 日前在校內舉辦新竹市長模擬投票 結果出爐卻遭到側翼出征 算說虧你們還竹中竹女 都這種程度嗎 年紀七星就好好讀書 搞什麼政治 還有人罵竟然不支持民進黨 學店可以廢廢了 是非對錯 陳時中竟然一句回 不敢譴責網軍 一手推十八歲公民權 一手放任側翼繼續搞出征 後稱捍衛民主的選舉 到頭來還是綠能 你不能 可見民進黨還有民進黨的側翼們 根本就是拿著民主自由 拿著年輕人的權利在騙票 嘴上喊支持十八歲公民權 實際上是連沒有投票權的學生 都能夠被出征 放任側翼胡搞 那更別提到蔡英文曾說過 可以拍桌表達民意 恐怕只剩下網軍治國 記者彭毅德 蔡品牙台北廠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買才是最划算的 我會想購買才是最划算的